台北市南港有一名老里长 在民国75年的时候 他捐了一块地 让警察盖派出所 那么当时是一片美意 他说警察当离居呢 也希望治安变好一点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在20多年后呢 派出所搬了家 原来的旧大楼 闲置超过半年以上 还将改为警察宿舍 而当初捐地 这个老里长的后代呢 颇有为辞 认为这使得当初捐役的美意变了掉 五层楼建筑 门口上方南港分局派出所几个大字 不过大门深锁 里面留下值班台汉桌椅等空荡荡 这里以前是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 搬迁到新地点后 到了晚上整栋楼黑漆漆 没远仅留守成为文字馆 有时候没有报什么案 都要跑到那边很不方便 快速到我这口里讲 你这条文化 当初捐地盖派出所的老里长 五姓地主后代 看见派出所闲置 很有意见 里面都没有东西啊 不是文字馆是什么 对不起我们祖先 这块地民国七十五年 由无极先生无偿拨用 捐给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盖派出所 民国八十年 玉城所新建完成 民国九十七年 派出所搬到新的地点 原来的旧大楼改成机动派出所 由四名园警轮二十四小时搬 可是到了今年三月后 撤掉所有警力 半年来闲置浪费 当委那个单身啊 男女的那个主户宿舍 那这样子民众质疑说有闲置的问题啦 应该我想现在已经警察局统一了一个规划 早年地主捐地盖派出所 希望警察当邻居 对治安有帮助 时空变前原来的派出所大楼还在 不过到九月份才要招标改成警察宿舍 地主后代认为捐地美意尽失 但地跑不回来只能无奈接受 据新闻 旅龙身带秋容 吴倩阳 台北报道